今天是11月10号 我是7月5 准备搭高级的 马克力 快3马克力 到马德里的饭店了 今天下课就直接冲火车站搭AV高铁一路 花了两个小时搭火车 来到这边 已经晚上6点多了 房间很简单干净舒服 还不错 窗外的风景 本来想去后面这间餐厅吃的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供应晚餐了 很奇怪的时间点 那间餐厅也是我上次提到那个 Netflix上面的一部印记 马雷里亚 这一部叫就是和它的安容 常常在这部聚餐的一间店 我吃到 没关系 刚吃饱饭 随便找了一间餐厅吃 然后现在要慢慢走路回家 它会走到一条路叫Plan Villas 这边一个主要大岛 就是这边一个主要大岛 就是这边一个主要大岛 就是这边的一间餐厅 突然下起了暴雨 虽然已经有俄文 马德里的天气很湿人 但是已经碰到 蛮不爽的 有点想念 巴雷西亚 每天都有阳光在迎接 什么的 我要赶快回饭店 早安 第二天在马德里的早上 有够冷 风很大 昨天晚上下了雨 所以又更冷了 刚吃完的饭店的早餐 准备要去看一个神庙 然后想说 在饭店还没check out之前 可以先去一些地方走走 再回去拿行李 然后晚上七点多的火车 再回去Balencia 后面这个是马德里皇宫 感情 刚本来还蛮冷的 走了一下路身体 暖和了一点 然后快走到神庙了 很大耶 聽說這個神廟是埃及送給西班牙的 之前提到的那部影集女主角跟她的前夫有來過這邊 這次來馬德里就是完全衝著那部影集在踩點 神廟的後面可以補看整個城市 馬德里還在這邊 很美欸 現在太陽出來了 打在皇宮上更漂亮了 超美的 還有一點時間我決定再去馬德里的燭光廠看看 看你 在祖廣場的旁邊有一個市場 也非常的有聽說裡面有非常多吃的東西 現在我們有吃的 我們在這家村上的角色 我們在這家村上的角色 有一樣的地方 我們在這家村上的角色 市場蠻有趣的 每一攤的東西看起來都超好吃的 然後有很多攤也在賣酒 然後我剛經過一間炸海鮮的店 然後老闆就直接拿一隻炸香給我吃 蠻好吃的 這地方還蠻值得來走一走看一看的 很有趣的地方 時間差不多 決定先回飯店 check out 拿行李 不住的飯店 還不錯 但價格蠻貴的 然後 不過喊早餐啦 早餐蠻好吃的 馬德里的地鐵超乾淨的 維護得很好 太陽出來了 走出地鐵站 太陽就出來了 我準備去吃東西 想去昨天吃不到那間餐廳 看看 再試一次 再試一次 進來這間店 是因為 非常好舒服 然後店員說 每一杯咖啡 再吃 所以 進來了 今天沒有暴雨了 早上的Glambia 超多人的 跟前面一樣 超多人 好可怕喔 走路都要走很快 然後很注意旁邊的人 現在走到太陽門廣場了 然後上面的鐘 會在跨年夜的時候敲十二下 然後西班牙的人們就會吃十二顆葡萄 為新的一年祈求 好運 人太多了 我想要趕快 離開 我現在要去 一個花園 希望那裡是一個 比較 安靜的地方 後面這一棟是司機飯店 非常華麗的 一間飯店 走到花園了 走到花園了 總算是一張 走到花園了 起碼 空到花園 是一個 走到花園的地方 你是最適合的 他應該會心思考 你想不想 結束美麗的麗池公園要前進博物館 買好票了準備要進去博物館裡面 結束了博物館行程因為裡面安檢蠻嚴格 然後也不能背包包不能拍照 所以裡面沒有畫面 裡面有很多畫作跟一些雕像 就是蠻有歷史的東西 出來天色眼睛慢慢換了 差不多要回家了 不及其他相關的 就說明天色很棒 不及其他都沒有 已經不及其他也不及其他 在我後面這樣可以看 有些來自我 想說明天色的不及其他 也不及其他 還不及其他